各位媒體大家早安 前天的下午司法院大法官用前所未見的理由 不受理我們立法院所有好幾位在野黨團 加起來總共38位委員針對於前瞻基礎預算案 所提出的申請案 司法院大法官做的理由是 因為立法院立委沒有參加投票的人 沒有達三分之一的門檻 然後剔除了前瞻事件當中的資格 這樣的做法令我們覺得 公民黨團令我們覺得非常的憤怒 也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大感錯愕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並不是只有在現場用表決器表達反對 包括在議場的杯葛 包括過去我們曾經憤兒憤怒 決定不投票 離席 甚至沒有出席 不願意出席當天的會議 幫執政黨背書 立法委員的職權 我們對於議案的處理 過去在立法院都有 對於執政黨 我們當我們決定不支持這個議案的時候 我們當我們決定不支持這個議案的時候 這樣子的做法 拒絕我們立委的職權行使 事實上這就等於代表 擁容多數暴力 製造整個憲政的危機 特別是前單申請案的這個資格當中 對於我們國會少數黨的權力 包括少數委員的權力的剝奪 大法官解釋案件當中 給國會釋憲的權力 事實上是為了避免執政黨多數的暴力 讓司法權可以制衡我們現在執政國會的多數 維護我們憲政的秩序 穩定國會的重要機制 這一次 這次案例把整個釋憲的門檻 只用表決的意向來去做決定 事實上是對於國會少數委員的權力侵犯 更讓我們現在未來 包括接下來未來 國會政治會變成贏者全拿的霸道政治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當時包括在議場 我們在表決前瞻預算的時候 在野黨 國民黨團曾經提出來 包括散會動議 包括我們要清點在場人數 執政黨都用一個本院會 不再處理散會動議 不再處理我們清點在場人數 全世界哪一個會議規範 可以用多數決來去處理 不清點在場人數 不清點散會動議 把國會重要的議案 用多數的暴力這樣的行使 我們覺得如果接下來 國會變成贏者全拿的暴力政治的話 這個會產生相當大的憲政危機 我必須要再一次提醒 在這一次大法官的理由書裡面 也還另外還有再一次的提到 就是說 一事不二一當中有違反民主原則 涵蓋尊重少數的瑕疵 如果大法官也有這樣認為的話 那這一次沒有機會 把整個議案 我們所發生的相關的程序的問題 沒有機會做討論的話 是不是也代表著我們現在司法權的解釋 已經限縮了 代表大法官自己已經限縮了自己的司法權 也讓立法權不斷的擴張 我覺得這接下來會讓我們整個憲法體制 是成為一個失衡的狀態 我們也更擔心說大法官這一次的做法 已經讓我們整個未來視線的程序 已經失去威信 也對於國會長期喊的尊重少數 國會的少數在立法院完全沒有辦法去主張 或沒有機會去幫民眾爭取應該有的相關的權益 那接下來公民黨團也會針對於接下來 是不是要修改視線的門檻 來去做提案的討論 過去包括賴清德身為民進黨黨團的幹事長的時候 他也曾經提出說 視線的門檻是不是應該可以調整 用黨團來去做資格 那如果國民黨現在接下來我們有機會來提案 我們希望可以爭取比照德國用四分之一 而且是依國會議員的席次來去做門檻 那當然我們希望朝向的方向跟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對於視線門檻尊重國會少數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不要過去在野喊著尊重國會少數 但是完全執政之後就完全變了樣 我們更質疑許中立 過去許中立院長過去身為許中立大法官的時候 對於尊重國會少數的立場跟現在完全是不一致的 過去在過去大法 許中立大法官在處理資格門檻的時候 他提過在六一三號的解釋當中 他提出除了當時在議案投反對票包括不在場 或者甚至你是投贊成票 但是在審議的過程當中 你曾經提出修正案 都可以代表提出 這個都可以當作你要申請實現的門檻 那為什麼這一次連門檻 你都要用表決的意向來去做資格上的限定 這跟過去你身為大法官的立場 態度已經完全不同 現在的國會已經變成贏者全拿的 暴力政治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憲政危機的開始 我們接下來 國民黨團當然會採取我們應該有的態度 來去實行我們少數黨 少數政黨 少數黨 國會的少數應該有的職權 那接下來我請我們的總召 林德福總召來做後續的補充 好我們的首席還有我們智庫的代表 何先生還有我們這個四華法治的吳智陽吳昭偉 我想針對這一次整個前瞻 這個我們的四限案 那道法官不受理啊 可以說是創惡例 因為為什麼說我們要去提這樣的一個四限案 我們都知道在整個前瞻建設計畫裡面 在野黨我們提出針對裡面的內容很多的三限案 那結果出家群啊他利用就是一事不二意啊 這種自創的來把它閹割掉 再加上我們提了很多的主決議 那結果出家群他擅自把它變成見景案 主決議變成見景案 所以說讓整個在野黨啊 各黨團都不能接受 那在野黨各黨團 我們就共同提了一個四限案 那針對前三建設的特別預算啊 認為有偽限的疑義來申請四限 那道法官會議啊 竟以高金素媒從未投票 不符而需要三分之一以上的行使職權的立委之規定 拒絕受理 那事件是何等的嚴肅這樣的一個事情 結果道法官所採取的是最低層的技術性果決 顯示這個政府啊是落落到什麼的地步 這個叫做完全執政 完全獨裁 因為這種 這個我們都知道 這個在2005年的第603號 四限也成立類似的問題 那大法官卻從官認定他的門檻 當時的大法官 許忠立 曾有田還提協同意見書 說歷來啊 四限都指 既連署是我有過三分之一的門檻 並不過問投贊成或反對票 且因為我國四限門檻的意志 契機於少數保護的精神 連則上以投反對票或為投贊成票立委回憲 至於投票贊成者 只要另提修正案能可提出四限 所以說讓我們感覺說 你看這次整個四限案 投到尾一共拖拉了七個多月 結果你做這樣的一個解釋 把我們退回 這個跟卡管案可以說如出一側 卡管案拖拉了三個多月 將近四個月 那我一直認為說這些大法官們 你們是不是只為顏色來服務 而這些違法亂記的 你們是不是助紂為虐 創造整個歷史最壞的一個示範 這個在我們在野黨看起來啊 就是雞蛋裡挑骨頭 完全莫須有的 因為四限案其實你只要達到 三分之一立委的連署 你就可以提出四限 憑什麼你們說 因為高金沒有在宴會裡面 投那一票 然後把他退回 這個到底在哪裡 所以說我們今天啊 在這裡開這個記者會啊 是針對這些大法官們 你們要摸著良心 你們都是領國家的共入 但是你們現在所作所為啊 就是只有為民進黨政府在服務 而且那種殘媚的做法 是讓人家看不下去 真的讓人家看不下去 所以說我們希望看有任何哪些補救的方法 這些大法官們你們所作所為啊 歷史會留下紀錄 像許忠義 你過去的表現 跟現在的作為 幾乎是背道而馳 那你的邏輯在哪裡 請你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以上接下來 我們來請我們的首席 曾明忠 好 好 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回想去年 立法院在審查前瞻基礎建設計算的時候 在蘇嘉田先生組織之下的立法院 以一式破譯包裹了結的方式 強行通過計算 這個過程當中違法違憲 所以三十八位的立委深淺失憲 結果五月十號大法官會解釋 竟然以刀金樹莓委員 沒有參與表決 所以人事不足 國會也就不接受 這樣的申請 大法官不但這樣的解釋 違反過去 一年來多次的大法官會的解釋 也忽略了三十八位立委背後的廣大民意 也忽略了三十八位立委真情解釋的決心 大法官會解釋 真的非常非常的誇張 那第一點 第二點我的看法是 許忽略先生 他只會民進黨的任務 早在民國 也就是2005年的時候 他當大法官的時候 為了維護民進黨委員的 申請事件的權益 他說 他當時說 限縮立委申請管道 是難以獲得論統的 也就是他不認同 限縮立法委員的 申請事件的管道 但是我們看看今天 已經貴為立法院 司法院的院長的始終立 卻以粗暴的手段 阻擋獻多在於黨的申請事件的管道 不但前後立場矛盾 自我打臉 簡單講 中期一生 他的一生只會民進黨的服務 真是悲哀 真是悲哀 他不配 我再講一次 他不配當中華民國司法院的院長 他自甘當民進黨 司法院的院長 他自甘當民進黨司法院的院長 第三點 我身為國委議員 原來不解 依照中正大學犯罪研究所的調查 台灣的民眾 對司法的不信任度 不信任度高達84% 信任度只有16% 為難不解 為什麼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這麼低 5月10號看到 道安的說明 我豁然了解 因為您 地位最高的道官會 都自甘為政治服務 更不用談 以下的各級法院 所以 我要在這裡鼓勵 司法 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 假設他自甘為政治服務 他不是社會最後的仲裁者 他的判決 他的解釋 誰會相信 他的解釋 他的判決 誰會相信 最後我的解釋 是 很多學法律的 都有一個邏輯 就是有假說 有已說 而且可以互相討論 互相尊重 但是司法院 假設他的解釋是 假說 已說 我們都尊重 但是 他無說八道 他根據的是 民進黨怎麼說 這樣的結果 我們不接受 全民也不會接受 這樣的一個司法體系的運作 也不接受 大法官章的無作歸為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首席 接下來 我們來請 也是我們司法法治的召集人 我們吳智陽 吳釗偉 關於這次前三事先案 大法官會議 以為達連署門檻為由 程序駁回 這個解釋案 我覺得非常非常遺憾 也沒辦法接受 我想 我們先撇開 政治的一題不談 我們檢驗一個人 是不是一致 最簡單的方法 是看他過去 對同樣一件事情 他怎麼解釋 這邊當然是我們黨團準備的 他講的是這個 這個是指 協同意見書裡面 寫的一段 但是這不是他的意見 這不是這個 許忠義的意見 真正的意見 大家看在這邊 兩個這一段不是 那他真正的意見在哪裡 其實我們發現 在這一次的事先案之前 他的意見是非常一致的 他在603號解釋裡面的第71頁 大協同意見書的第71頁 還有632號解釋裡面 協同意見書第7頁 我們在這邊都highlight出來 大家媒體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 幾乎是一模一樣 他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關於立法委員 三位機的連署門檻 他認為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投反對票 這個是很明確 第二個是為投贊成票 為投贊成票 第三個是即使投過贊成票 也不是不能來參與連署 但是你要有一個積極的作為 你對你之前通過的法律 你覺得反悔了 你改變你的見血了 而且你有積極提出法律的修正案 但是這個在立法院 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在修不回去了 這個時候 他都放寬到這種程度 曾經表示過 贊成該法案的人 都有機會連署了 那為什麼 不出席投票 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會不會解釋成 不符合連署的資格呢 所以許忠立 院長 自己打臉自己 而且打好幾次 不是只有一次 大家看這兩個解釋 我的協同意見書 顯得幾乎一模一樣 換句話說 這件事情 到底三分之一的連署門檻 是怎麼解釋的 他心中應該很清楚 而且形成他的法的確信 為什麼這一次會改變 所以很明顯的是 受政治的影響 我必須要講 在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講很多什麼呢 然後我們最高法院 判決要統一啊 什麼統一 你自己到法官會解釋 說變就變 立場前後不一 你要其他的法庭 怎麼樣去統一他的解釋呢 另外一點 他也打臉了賴清德 剛剛有委員提到 賴清德在2008年 在當民進黨黨團的幹事長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民進黨連三分之一的席次也沒有 他還大聲幾乎 這個修憲能感三分之一還太高了 只要是任何的少數黨 他獨立就可以申請釋憲 不需要達到三分之一的門檻 那現在民進黨的態度呢 自己獨大以後 對民主的壓制 和其的UP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講 這些大法官顯然 不食人間煙火 立法院在發生什麼事 他們難道都不知道嗎 這次用高金素美沒有出席投票這件事情 來讓他喪失連署資格 合理嗎 各位 各位在跑立法院的記者 跑這麼多年 不出席投票 常常是比出席投反對票 表達更積極 更嚴重的反對意識 我舉個例子 這些不是我們國民黨的例子 這些都是綠營的例子 民進黨在2010年 ECFA投票的時候 他集體退席抗議 所以當時留下的記錄 是68比0的會議記錄 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那我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願意大法官跟你解釋 其實你是不反對的ECFA嗎 你願意這樣嗎 好 就在最近 時代力量 在處理勞動基準法的表決的時候 他沒有出席院會 他跑到場外去開記者會 他說 因為我們只有五名立法委員 我們沒有辦法 擋下來勞基法的修法 所以他就沒有出來投票 那請問 大家會解釋說 他們其實沒有反對 勞基法修法嗎 這兩個案子很清楚嘛 這一次高金蘇梅的聲明裡面 也講得很清楚 他認為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惡法 他以不出席表達 更積極的抗議 那事實上我們在 很多的人事的統一權裡面 我們總召也是 我們都是以不出席投票 表示我連你這個人我都不認同嘛 那怎麼會這樣子的情況 反而被解釋成沒有 延署的資格呢 所以大法官會議解釋 我覺得自己要打點自己 自己把自己打醒吧 你以前是怎麼解釋的 另外 我還要講到一個最新的一個趨勢 這也是我們從施改會議裡面 知道的齁 施改會議裡面一個結論 大法官會議處理案件的表決門檻 就是他們做成解釋的門檻 自己都建議從三分之二多數改成二分之一 以後過半數同意 這個解釋就出來了 他自己在降門檻 結果被我們申請視線的門檻 這麼嚴格 這個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嗎 以上 很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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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 所以說三次 為什麼很佳 我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 在這個不受理的決議來看 大法官很明顯的 待遇了他守護憲法 當作為憲法守門任那樣的職責 忘記不要去維護憲法的一個民主權責 怎麼說呢 我們看 現在的大法官聖理案件法的規定 國會的申請視線的條件 主要只有兩個 第一個 就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立委連署 第二個 要跟行使職權有關 那 法律名文規定叫做連署 他沒有說是要在場 表示反對的委員 才是所謂構成連署的一個要件 那大法官這樣的解釋 很明顯的已經超出法律的一個 正常合理的一個解釋版 它是一個違法違憲的一個解釋 那我們再看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國會釋憲的一個論法的規定 它並不是說要 國會二分之一以上的人 為什麼只有三分之一 基本上呢 這樣的一個釋憲機制呢 是要讓 陳如剛才幾位所提到的 就是要讓 這個 司法權 能夠在 國會濫用多數的時候呢 能夠進行所謂的一個 司法的一個審查 要做一個 恆明的一個機制 同時呢 避免說造成多數暴力的一個情況 侵蝕到憲法上真正的一個民主原則 我們看德國 奧地利 都有憲法 基本法都有這樣的規定 是對於德國 剛剛有提到 它只有四分之一的問題 就可以申請連署了 那我不知道 為什麼 我們的大法官要做 如此嚴格的限述 這樣一個解釋 那很顯然 大法官又忘記了 它身為憲法守門人 這樣一個指釋 把自己自給身價成為 國會議場的檢定院 你到了沒有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我覺得 大法官這次呢 做這樣的 不受益的一個決定 它是有不夠光明磊落的方式 好今天 就算是大法官要就 這個申請事件的門檻 要做限縮的一個解釋 或是看法 我覺得並不可 既然這個事件的管道 有這麼重要的一個 你為什麼不堂堂 真的做出一套正式的解釋來說 正式的解釋為 形成一個 一般所謂的法確信的一個拘束力 好徒人 你就是用一種 所謂的 程序上的一個小技巧 你沒有 某某國會議員沒有到 就作為它一個 國會的一個機制 我覺得這個一個 不夠光明磊落 這就好像是什麼 配到在暗巷裡 為事的一個小文化行為 我覺得這是一個取巧的一個做法 第三個 我覺得 大法官呢 如果說 呃 就是它的第四至九條 未來呢 這個 國會如果要申請施限的話 除了現在的三分之一的 能管限制外 它還加了期間的限制 法律案呢 必須在六個月內 幾度申請 預算的必須在三個月裡面 請施限 我不知道 這個從這點就可以看到 司法院未來主導的方向 就是要限縮國內的施限權 這個少數的施限權 那當如果這樣的一個趨勢成型的話 大法官只能夠 融為呢 為多數執政呢 鞏固多數執政的一個守護者 它並不是憲法的守護者 以上是我三點的理由 那 昨天有人問我說 那面對這樣的態勢 有什麼救濟管道 管道呢 首先納分了一回 說 因為大法官司法是最後一道 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法官又是憲法的守護 守門人 如果連守門人都自毀長城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救濟的管道呢 我本來是抱著非常悲觀無奈的一個態度 那後來我又一想 最近啊 我們新科的監委們 很喜歡查過去司法不公的一些案件 那我就發現那露出了一道的曙光 那我覺得說 與其去這些新科監委們 與其去查那些過去的案件 還有去找一些基層司法人員的麻煩 對於這個所謂重大司法不公的現在進行程式 是不是都應該好好調查 好以上 好我想喔 站在公民黨團的立場 在野的立場 我們絕對會具體力爭 那我認為說 今天啊 你不要這些司法官們 大法官們 你們不要用那種 程序上的那種干擾 然後 然後 來抵擋 我認為說 你應該要針對我們事件的內容啊 實質的去研究 然後去討論 結果 結果 你們用這樣的奧布啊 這個完全是 為執政黨在做服務 所以說我們會 繼續的距離立爭啊 我認為說 這些 大法官們 你們 你們的門性自問 你們真的 領國家的碰入 領老百姓 在選案前 結果 你們所作所為 能夠讓人民看得下去嗎 能夠讓人民看得下去嗎 所以說 我們啊 這個 絕對會去履立爭 以上 那各位 還沒有什麼需要 那下一步抗爭 是希望 跟這第二期的運算 會進行這個 我想這一點 我們絕對 會有我們的方法 我認為說 現在民進黨的政府啊 是 為所欲為啊 非常的遏止 而且啊 限縮 所有在委黨 應該 有個監督的一個 職責所在 那 剛剛 我們 智庫裡面的 何宰旭啊 我們 這個 何召集人 他還說 這些大法官們 現在還要 限縮這個 限縮那個 限縮那個 我認為 這個國家 我剛快要變成 獨裁政府 集權政府 所以說 我們絕對 又 因為那是未來市 我們未來 還是會有我們的 方法 來應對 我這邊補充一點 我們覺得 這次大法官會議解釋 是用這個理由 來撥毀 其實是 一個偷襲 怎麼講呢 如果他要以 未達 提案門檻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理論上這個是先程序後 事情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審查 如果你要用這個程序的話 為什麼需要花近八個月的時間 才調得出來 好 立法委員 出席跟表決的情況 這個一個下午就可以決定了吧 好 那怎麼搞了八個月以後 突然用這個理由 顯然是有點亂搞 那另外就是 我們認為 我個人認為 不過這個還要再研究 因為這件案子 還是牽扯到我們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的部分 那如果這一次他認為門牌不夠 我們原班人馬 我們再提一次事先試試看 因為至少我要請他解釋 為什麼你的解釋跟以前的解釋不一樣 請你解釋清楚 那當然可不可以再說 但是我們必須要表態 我覺得大法官必須要說清楚 講明白 好 剛剛我們這個 施法法制的召集人 有特別針對這一點 我認為站在在連黨的立場 我們要這個許忠立 施法院院長 他過去啊 他的闡述他的表達 跟現在他的所作所為啊 你要讓社會能夠接納 因為要是說以他這種操作方式 說高金素媒高金委員 因為沒有去投反對票 這樣的一個理由啊太堅強了 這樣可以搞七個多月 將近八個月 真的是滑天下之大雞啊 笑死人了 你一天就可以做決定 但是你拗了將近八個月 才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你說這些大法官們 你們良心會安嗎 會安嗎 搞了七個多月將近八個月 才做這樣的解釋 人民可以接受嗎 你們還是要接受 人民的檢視啊 不是只有你講的算 謝謝 我想這一點我們也會 我認為說這個部分喔 因為他現在把那個條件啊 你越搞越科 越搞越嚴 而且喔 莫須有的都灌上去 但是因為你要再修的話 我認為你現在民進黨 他們佔多數 這種執政壓扮的方式 當然我們去凸顯而已啊 你說要過也是很難啊 因為民進黨 他們現在是極權啊 極權啊 而且喔 又什麼又極獨啊 可以說他們的所作所為啊 那種獨裁的方式 是讓人家不能接受的 以上 總統那是否會再跟親民黨 我們一定會 因為參加在野的立場 我們一定合作 而且我們也尊重就是 因為我像這個部分 這個親民黨 在野黨 他們也有提出他們的看法 他們對這樣的作為 也是不能接受 非常的憤怒啊 謝謝